Hey Miss DJ Hey Miss DJ Hey Miss DJ 來到了Hey Miss DJ節目的訪問現場 我就是Miss DJ奧莎 今天非常的開心可以碰到梁文英 奧莎妳好大家好我是文英 要跟文英來聊的是她最新的專輯叫做 副駕駛做的風景 第一次看到這個名稱的時候 我還以為為人妻了 一定就是交給老公開車 後來才發現說沒有 其實比較會開車的是妳 我是因為自己開車開很久 20歲就去考駕照 然後就一直自己開車 然後結婚以後是要有一個過程 就是說妳要把自己的性命交給別人 我覺得那是一個很難的一關 對如果說一開始其實就是已經很習慣 你知道就是人生的這個方向盤 是照顧在自己手上的時候 然後現在就是真的就是要把一個完全的信任交出去 中間應該還是會有一些妳知道 我覺得有欸 我覺得性認識需要建立起來 然後在關係裡面的任何事情 都是學習的 就是以前一個人的時候比較不會去想 對方的感受 對方的心 現在要說明一句話的時候 可能妳都會想一下 就是說出來會不會讓對方難過 或者是傷害到他 其實像這樣子 兩個人這個溝通的過程 這樣一個磨合的過程 其實好像都有濃縮在這一張專輯裡面 有 其實也不僅僅是我的婚姻 而是我覺得婚姻也是我人生路上的一處風景 但是集合起來 其實我覺得我自己有一個很奇特的生命旅程 從我小時候啊 一直到做成為學生大學 然後可能有一段比較辛苦的過程 然後又成為歌手 一下子被很多人認識 一直到現在 跟大家一樣也跑去結婚 所以我覺得是也想讓大家看看 其實這十年當中集合起來我的心情吧 而且其實在這十年當中 婚姻也做了蠻多的嘗試 那那些嘗試可能是妳當時 其實沒有沒有想過的對不對 反正就是想說妳只是要當個歌手而已 我連歌手的夢想都沒有想過 我只是覺得我會一輩子 就是做一個可以一直撒嬌的女生 因為我上面一個姐姐 然後下面一個弟弟 那弟弟長大了也是我用來撒嬌的嘛 對那也沒有想到其實很難說 就是我長大了以後 然後成為歌手 然後也可以照顧家裡 然後可以有一些肩膀去 承擔一些家裡面的經濟啊 或者是說各方面 我覺得這是我沒有料想到的 因為一直以來我姐姐都是我的天空 她一直是一個很好的姐姐的角色 在照顧我們這樣 所以音樂真的打開我很多生命心的旅程 成為歌手然後擁有歌迷 遇到我先生然後有一間合作十年的唱片公司 我覺得這是很不容易的 好有些旅程呢就是在意外 但是有些旅程可能也本來就是在你的人生的規劃當中 比如說像你剛剛講說 歌手其實不是你的規劃這樣子 對 大家經歷了這樣子的旅程之後呢 那其實結婚好的這件事情 其實我相信本身就是在你的這個人生的規劃裡面對不對 對對對 我是希望 我記得我當時是希望我28歲結婚 都還有定時間 對 因為太多人跟我說 幾歲生小孩啊幾歲結婚對你比較好啊 什麼什麼的 但是我本來就家庭觀念就蠻重的 所以我是希望最好是那樣 可是也沒把自己綁死 可是就真的是在28歲的時候遇到我先生 對 所以算是還蠻順利的 對 但也說是順利就是進度順利啦 就是一切人生的進度很順利 但是我覺得每一個過程跟 好像一台就是一不斷往前的車子 它會上下車也會有暫停的時候 顛簸的時候 可是我們就是不能停下來 就繼續我們的人生這樣 好的我們就會從這張專輯當中呢 來看一下或是來聽一下 梁文一問是從這個 車子的這個左邊的視角看世界 或者是右邊的視角看世界的時候呢 這樣子有什麼樣子不同的發覺 不同的這樣的一個風景 好 那首先我們要聽到的歌曲就是 副駕駛座的風景 好 有時天晴 有時風雨 好與壞都是種練習 連老是停在原地勇敢去看看 世界的美麗 有多小雨 有多人心 要下床飄散在風裡 你的手握緊握手心 多麼溫暖抵擋寒衣 你這世作的風景 細數人生的所以 浪漫的事 兩人堅硬 一起往前行的獨立 剛才聽到了兩文一的最新專輯 算是同名單曲副駕駛座的風景 是由沐村崇利所寫的 那現在所聽到的專輯的開場曲 我們來聊一下這首歌曲吧 他選了這一首歌曲當成開場 這是我在上一次的演唱會 儒歌音樂會的時候 然後有些曝光的歌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 真的是我出道十年 最想要對歌迷說的話 其實很多事情 為什麼我唱歌 因為我覺得生命如隔 我覺得青春如隔 它有很多高低起伏 然後也有很多很精彩 很收穫 或是很失落的時候 但我覺得我自己真的就是這樣 有時候啊 唱一唱歌就沒事了耶 你就是心情的那個 比如說低潮的時候 你真的就是唱一唱歌就沒事了 當然我也會唱到哭啊 或是唱到很high啊 或什麼的 像我朋友約我去唱歌 就算工作很累 如果真的few到了 我一樣會當自己演唱會這樣唱的 真的 對 因為我覺得就是喜歡 然後我也喜歡聽人家唱歌 然後去KTV 我也喜歡看每一支MV 因為我自己知道其實拍MV很辛苦 你需要想很多 想腳本 找演員 後製等等 所以我會去欣賞別人的作品 這是當歌手之前 比較不會做的 就覺得MV就是這樣 然後你更不知道 他後面發生什麼樣的花曲 所以我覺得如隔就是 我一個很打從心底的一個感受 對於成為歌手 或者是出道十年這件事 對大家的感謝 老公喜歡唱歌嗎 老公的歌聲如何 老公歌聲馬馬虎虎 但是他是玩音樂 他會打鼓 他是樂器是蠻厲害的 他也會寫一些詩歌 那唱歌他就比較不怎麼唱 對 還好他不怎麼唱啊 不然我就不會顯得特別會唱啦 對他來說 不會啊 有時候你知道兩個人 如果可以合作一個作品 其實 他其實他很愛唱 可是他 就不是大家公認的會唱歌 他自己也知道 可是我們 我們上次去Costco 然後就買了那個 因為Costco賣那個 麥克風是直接 現場擴音的 然後藍牙一金一銀 然後兩支 同一個包裝 我們就買回去 我想說他買這幹嘛 結果他幾乎每天晚上都給我唱 你知道嗎 是喔 我的新歌喔 他可以從頭到尾就學著唱 特別是我的 像如歌他也會唱 然後還有跟蕭黃琴合作的那個男女對唱 他覺得他一定要挑戰他 真的假的 好 然後呢 唱出來的結果如何 我就是回到家以後很累啦 卸完妝 然後還要坐在那邊聽他唱歌 對 而且他要唱的是蕭黃琦的部分 是不是 但我覺得就是還蠻開心的啦 就是他也 他也是喜歡音樂這一方面這樣 那我想要知道他拿的是金麥克風還是銀麥克風 他的是銀色 因為我喜歡金色 但有時候也都這樣混亂著拿啦 主要是他方便啊 有時候 然後他畫面真的很好笑 就是假如說我要洗澡 那我可能會從浴室走出來 然後去我的化妝台卸妝 然後可能走到客廳摸一下我的狗 他就跟在我身後 然後拿著麥克風就一直跟著 然後一直唱這樣 哇賽 就是隨時都是立體 背後靈的概念 隨時在歌聲圍繞著你 他很怕我聽沒有認真聽他唱 對 你知道就是唱歌很多東西這樣子 尤其在KTV的時候啊 旁邊的人都不聽 真的是很煩的事情 真的嗎 真的嗎 我是OK的耶 我可以唱我自己開心的 因為你唱歌大家都會注意聽 那現在我們這種歌聲其實是SoSo的 我們才需要別人的注意力 唱歌就是開心快樂啦 你們這種歌聲很好的人 不懂你的心情啦 好啦馬上聽到這首歌 請來自於梁文英的如歌 神明如何 蜿蜒曲折 最後一刻 我們留下相關 一點一滴的那些 揮霍的歲月 願我們難說 我不後悔了 都不後悔了 如果你活著 我不後悔了 都不後悔了 如果你活著 如果你活著 黑面 因為 memo 不後悔了 最後答謝 除了十年的梁文英 老師讓我們繼續的跟梁文英來聊 他的最新的專輯 是 副駕駛座的風景 這張專輯的 音樂的統籌是黃婷 對 所以我之前常常有看到 黃婷在分享 籌備這個專輯的過程 那我現在要聽的是蘭文英自己的版本 黃婷 我覺得跟她是我的伯樂 我覺得黃庭是我在音樂 這是音樂生涯當中 我很難得的一個相遇 我覺得她是 因為她有很多好的作品 然後上次分手後不要做朋友 是她寫的詞 然後基本上我覺得她是一個很特別的人 她喜歡聽故事 然後她很像一個心靈導師一樣 她也不見得會給什麼樣的意見 而是她會鼓勵我去勇敢的 敘述自己的心境或是過程 那你在她的引導下 很多事情可能你覺得你忘記了 可是她說著說著 當她講著音樂 講著旋律 講著編曲或是歌詞的時候 你很多回憶就會 跑跑跑跑跑這樣跑出來 所以我覺得她是讓我跟歌手本身 跟音樂之間的一個橋樑 讓我們可以很誠實地面對自己 所唱的每一首歌 我覺得她其實在這幾年當中的合作 教會我很多事情 然後她也是一個很真心的朋友 那也會平常 因為其實在錄音的過程 有些時候你可能會身體不舒服啊 或者是說對這首歌就是特別特別需要時間 但我覺得她都很給歌手空間 她不會因為好像什麼時候要交母帶 然後就逼著必須得在那個之前把事情做完 而是她陪我去真實經歷了一段很棒的音樂的旅程這樣 所以我覺得跟她合作是很享受的 然後我很多歌迷也覺得很開心 就是她也真的了解我 理解我 然後知道我適合什麼 或者是要我勇敢去試什麼樣的音樂類型這樣 所以跟她合作真的很開心 所以在這張專輯當中 你有特別因為受到了鼓勵 而特別的做了什麼樣子的嘗試嗎 其實我跟黃庭合作是一個很放心的感覺 然後包括小馬老師 那是我自己指定想要跟那個小馬老師合作 因為她也是曼琴歌裡面 上一張專輯也有幫我錄幾首歌 那我就覺得我好喜歡她們兩個的配搭 我覺得我們三個一起在錄音室 就是一個很歡樂啊 然後就是可以笑啊 開心啊 可以感動啊 什麼的 所以我很喜歡這樣的氛圍 我就跟唱片公司說 我想要繼續這樣的合作 在這張專輯裡面 其實特別的是 這一次我覺得我自己有更多的參與 有一些意見想法 或是覺得歌詞的方向好像不太對 就是跟我的想法有落差 或者是跟我的處境 覺得有一些不是很合適的話 我覺得我們就會找一個更好的方向走這樣 所以跟黃庭其實她很挑戰我的應該是說 就是剛剛講到的就是很誠實的面對自己的每一首歌 是就是這件事 因為有時候我會覺得把歌詞記熟旋律記熟進錄音室 其實基本上我們也可以唱個七八十分 但是她不是這樣的製作人 她就是一個要你真實表達情感說故事 我要在你這一首歌聽到感覺 就是唱到有感覺 就是唱到每一個音都很準 她不是要這樣 但是每一次例如我唱了一遍還好 然後他們就會在那個控制室那一邊 然後就會回答我 很簡單三個字 有感覺或沒感覺 沒感覺就再來 有感覺我就收工了 對是這樣 蠻乾脆的 所以這張專輯當中呢就是十首作品都是 你知道就是經過認證就是 有感覺 對 當然就是自己要有感覺 其實很明顯 就是我其實當時沒有覺得說 製作人居然可以懂得我內心在想什麼 或是我其實只是在 在敷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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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敷衍而已 可是她聽得出來 可能唱了三遍中間這一遍 特別有feel的時候 然後她跟我選的是一樣的 我就覺得哇哇 就是一般人可能聽不太出什麼落差 但他們就是真的了解我的聲音 真的在這個業界來講 就是你越投入 其實你就會發現其實 就是對於感覺的掌握細膩的人 真的很多 然後這個東西 其實真的是可以傳遞的出來的 對對對 好 馬上要聽到這首歌曲是來自於梁文英的最新專輯 副駕駛座的風景當中這首 嗯 嗯 光聽然後再加上了一傑起跟五萬葉 是 真的就是鐵三角合作 聽到這首 還好 還好我們都為靈犀給輩子祝福 還好分開也沒想像中辛苦 嗯 在曲折的經歷里各自有所領悟 漸漸懂得去體諒當初 還好我們都找到更好的歸宿 雖然你的人生 雖然你的人生裡沒有我 至少答應過彼此要勇敢去追逐 祝你幸福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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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祝我幸福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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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好我們都沒成為彼此的包袱 還好傷過的都沒白白受苦 在愛情的時間裡累積多少感觸 漸漸承受孤獨的靈魂 還好我們都有了更好的歸宿 雖然你的夢想裡已沒有完 終於能斷眼前的日常醒如糖露 祝你幸福 也祝我幸福 你會幸福 你會幸福 來到了Hey! MISS DJ節目的第二個小時 持續跟梁文英來聊她的最新專輯 今天叫做副駕駛座的風景巡迴演唱會 是有點饒舌 可是念著念著就熟悉了 就是逼著我不得不坐上副駕的時候 就開始 偷入自己的專輯 懷抱當中 好有這個現場的演唱會的機會 邀請大家來聽我唱歌 6月2號在台北三創生活園區 6月9號在台中方舟音樂 英文展演空間 6月16號高雄的朋友 歡迎你們來到Live Warehouse 來聽我唱歌 都是禮拜六 也都是晚上的七點半 坐上我的副駕 讓我唱歌 帶你們到處去晃一晃 不行啦 副駕不就是你要坐的地方嗎 沒有沒有 我覺得他們要成為我副駕的每一個 坐上嘉賓這樣 讓我唱歌唱出每一個風景給他們 所以呢 其實我覺得如果更酷的話 其實真的就是一路開車下去到這三個地方 好啦沒關係 不過都是一個 6月2號 然後6月9號 跟6月16號 就是星期六的一個時間 是 好那我們現在從這張專輯當中呢 來聽到的歌曲其實就是在 第一個階段 就已經有互光過 就是其實兩位老公很喜歡在家裡呢 拿著他這個銀麥克風 對 尾隨著他 尾隨對尾隨 太好了這句話 對 然後一直唱給他聽的歌曲 對 來聊一下跟小黃琦的合作吧 小黃琦老師 是我很喜歡的男歌手 是小大哥 小大哥你好 對小大哥是我們的老朋友了 他太可愛了 老師其實很 很幽默 對 我覺得他是一個極度樂觀的人 他那天也唱會我去看了 然後他特別分享到他媽媽這一路以來 就是從他小的時候騎著摩托車載著他坐後座 然後他就會抱著媽媽 然後媽媽帶著他到處去唱歌 就是的那個畫面 然後他說他現在只希望媽媽健康 我們聽的都哭了 他媽媽就剛好跟我們做同一排 就覺得好感動喔 就是有一個愛在支撐你一路走到現在這樣 所以這次跟老師合作其實也是很意外 就是他寫了一首歌 那本來我已經其實覺得很開心 唱到了少王奇老師的作品 那當然就是我的製作人說 那要不要試試看把這首歌變成一個男女對唱的情歌 所以我就覺得 哇那也太好了吧 是可以嗎 他會願意嗎 因為小大哥當時寫這首歌的時候有設定 或者是 沒有他是只給我一個人 就是給你 對 然後突然就被這樣子這樣要求 對啊 所以大家都說這首歌難 key怎麼這麼高啊 因為他是小大哥就是小皇奇啊 不好意思喔 他要遷就我的key 所以是一個事實 但是 我覺得大家也可以挑戰看看 就是你在KTV 我老公不會唱歌都這麼勇敢挑戰的 所以我覺得大家也可以試試看 而且這首歌的對唱情歌 我覺得是很有feel的 就是他是在講一個分手的當下 可是就是是和平的狀態 當然過去有很多不愉快 可是到了現在這樣 我們就是感謝對方把過去的快樂給我們 留下美好的回憶 分開來這樣 當然是一個很難的理想啦 能夠和平分手 多少也會有一些 疙瘩在裡面 那我覺得可以學習看看啊 所以就是你知道分手的男女們 可以去KTV一起唱這首歌 要嘛就是乾脆的分 要嘛就是又複合 對啊 或者是 反正是唱完了以後 就是 請記得就是給男方 就是一點點護嗓啦 比如說 猴湯啊 紅大海啊 辛苦囉 要挑戰這個小老師的這個key 對 但我覺得大家都很喜歡啦 你看像之前 大家都很喜歡 但是有可能唱得有一點 那個喉嚨會有點受傷 像什麼飆倒映啊 男人KTV啊 這些大家都好愛喔 對對對 都是不低的歌耶 對 就是要唱到噴出火來的感覺 對 冒青筋 好那現在就可以到KTV 有這個選擇 來聽到的是梁文英 再唱了蕭黃琦的 和平分手 和平分手 愛別我所求 誰都不必太內疚 今生無心犯的錯 也好過飛行走理由 回笑分手 破碎的以後 為隨著世間自由 遺憾都已難不咎 夢醒了也許換一個好朋友 一千兩百五十天還雲 一千兩百五十天還雲 雪沒記憶的雨 忘掉 再下個旅程繼續 抱歉我不是壞事辦理 至少醉過一刻 別讓你受委屈 從開始走到終於 從開始走到終於 終於無能為力的結局 在愛之外的差距 還是過不去 未必最留的餘地 挖滿了回憶 把承諾都還給你 把祝福都留給你 一個人走 和平分手 愛別無所求 誰都不必太內疚 接受無心犯的錯 也好過費心長理由 微笑分手破碎的以後 揮翠著時間自由 遺憾都已難不咎 夢醒了也許換一個好朋友 好朋友 和平分手 和平分手 愛別無所求 誰都不必太內疚 接受無心犯的錯 也好過費心長理由 無笑分手破碎的以後 會隨著時間自由 遺憾都已難不咎 夢醒了也許換一個好朋友 繼續從梁文一的最新專輯 副駕駛座的風景當中 聽到的其實也是 已經算是雌神階級的靈系 填詞的這首歌曲叫做《董事》 這張專輯的裡面的視覺 真的是太漂亮了 好羨慕你去的那個地方 真的 里斯本好美喔 我真的覺得 而且我們當時是杜拜轉機 然後再飛里斯本 然後我覺得 我就連轉機都好享受 就不會有那種要出國去工作的感覺 因為杜拜機場很好光啊 很好光 所以請問一下 因為我很少碰到去杜拜機場轉機 我很少跟 就是有去過杜拜機場轉機的人聊天的機會 好 那請問在杜拜機場的時候 你會想要衝出去 感覺一下外面有多熱這件事情嗎 我會很想 還是不用在台灣其實就可以感覺這種事情了 因為我們不能出去嘛 唉唷 真的嗎 我覺得它有些廣告做得超兇的 沒有一些小小縫可以這樣鑽進去 然後把手伸出去 其實我真的被店家吸引 所以基本上天氣還好 你沒有在看外面的感覺 你只是看裡面好好逛就對了 因為有幾個時段是我們轉機的時候是凌晨 但是它店家照樣開 當然 所以換什麼3C啊 化妝品啊 保養品啊 等等這些 還可以坐下來悠閒的喝一杯咖啡這樣 是 所以就連轉機的過程我覺得都是享受的 然後到里斯本當然不用說 雖然天氣是冷的 但是我現在看到這個照片 我彷彿可以聞到那個 里斯本街上的咖啡香或是紅酒香 是 的那個氣息我覺得那邊就是一個很放鬆的地方 然後真的我們還特別借了一台 一大台的這個電車 我們整個包了一台 然後再次去繞了一大圈來拍照 我們是特別租用 然後就有一個司機載我們 是 就這樣逛了一圈 然後就覺得哇天哪 這一張作品在這裡完成 必定會留下很棒的回憶 很棒的作品 嗯 所以你說天氣很冷 你大概是幾度 因為從你這個穿著上面來看的話 感覺是不是秋天的感覺 其實大概也八九度 然後 台灣也有到八九度的時候啊 我知道我知道但是我是說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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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me 還有十天 其實是一已經幾度 那是三天 看 妳可以再 broad 放肆完了 大玩特玩 難怪妳還可以這麼細數說 有紅酒有咖啡有蛋塔有什麼 一定要都去了 好可惜如果沒有好好玩的話 其實那個拍MV的過程當中 我們也把幾個重要的景點都去了 所以只是沒有留下來晃一晃或吃吃東西 所以我就在拍攝的過程當中選了幾個點 是我也想要後面這三天去的地方 我就再重複去了一次 就是跟老公這樣好好的享受了幾個三天的假期 然後他有在妳耳邊一直唱什麼歌嗎 沒有耶 他很專注的走路 因為那邊都是斜坡 我真的走到生氣 他一直跟我講說老婆快到了 就在上面 我就說 你的這上面還有很多層 我不要走了 我就直接叫Uber 整個發脾氣這裡是本的介紹 不要這樣子啦 走一走斜坡 而且我經紀也很好笑 他要飛回台灣以前 他就跟我說 因為剩下我們兩個嘛 然後他就是那種爸爸個性的 他就說 你身上現金夠不夠啊 我就說 可以刷卡啦 現金也可以提款金領啊 然後他就一直交代一些有的沒的 然後他就交代最後一句 就上飛機前他就跟我講說 不要亂發脾氣 哇 他太了解妳了 對 所以我老公超好笑 我們只要稍微像這種 你知道不想走路的這種情況 我老公就說 大緯哥說 不要亂發脾氣 我完全沒準 他完全把大緯哥當成是護身符就對了 他抓住我的心了 沒錯 馬上來聽到這首歌曲 來自你梁文一的《董事》 我借過了 才成熟呢 我勇氣的眼淚流的太快樂 我不滿足不得把你摸愛 只要讓他重點帶就好了 我應該難過呢 還是快樂 勇氣對了 時間做的又如何 重新的你又會怎麼想 我一定會懂事的 我一定會懂事的 為什麼 結果我才成熟呢 我勇氣的眼淚流的太快樂 我不滿足不得把你摸愛 只要讓他重點帶就好了 我應該難過呢 還是快樂 感情對了 時間做的又如何 重新的你又會怎麼想 我終於等到你了 我終於等到我了 我終於等到我了 我終於等到愛了 我一定會懂事的 連續遇了幾首歌曲 聽到了這個梁文一呢 梁文一是梁氏的清歌在裡面 那這張專輯當中其實 剛好其實梁文一也講了說 有一些的嘗試可能 製作人有要求你啊等等 不曉得在近幾年來講的話 其實你所聽到的一些 新的嘗試在這樣專輯當中 你所做的是什麼 我要這樣來形容 那個倩良老師 就是小馬老師 他很奇怪 因為我自己唱歌我自己知道 就是哪些地方我很想要重來 就是可能情緒給出去了 就會覺得會不會太多了 或是剛剛有什麼東西覺得不完美 可是對他來說 他都很珍惜我所有的瑕疵 我一直以來唱歌 講求就是線條要 你知道就是流暢 然後完美精緻的 但曾經他也跟我說過 好聽跟感動是兩件事 好聽可能可以讓你當下覺得悅耳 可是感動是可以一直存留下來的 所以就是在這當中 你要選擇成為什麼樣的歌手 你是可以好聽呢 還是說就是瞬間的 這個感動還是說是永久的 那我覺得就是在這一次的錄製當中 學到的就是不要這麼知識化的唱歌吧 然後就是說 你好像是在跟朋友敘述一個故事 就是可能你在還好的這個情境裡面 怎麼樣去把那個不捨跟釋懷唱出來 像乖乖壞女孩也有很多我以前沒有的一些滑音啊 私吼啊小破音啊等等這些 真的就是我在又乖又壞的狀態裡面 會有的那種說話的語氣或是姿態 就是很當下的一種錄音方式 對好所以就是像剛剛文英所講的就是 也許他以前唱歌的時候 會習慣比如說修的 就是把它唱得很精緻 對其實不刻意做筆記的話 唱歌我自動就會變成那個樣子 像三個願望啊情人之己就是 就是你的音送我三個願望 都是這樣子唱 就會覺得可以甜甜的 然後可以好聽好聽的這樣 然後每一個音準轉音都做到位這樣 但是呢這一次可能經過小馬老師的一些 鼓勵的時候就是你知道有一些 也許不用修編或者是有點破音 像這樣的東西它不見得算是瑕疵 它真的就是那個當下的捕捉 而且到現在這個階段 你也覺得是預備好 可以很真實的不害怕讓大家看到你的不完美 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收穫 就以前會希望一切都是完美的狀態 但我覺得大家都有這樣的過程 很怕出錯嘛 工作上啊任何事情上 但我覺得現在這段就是 你知道怎麼樣去欣賞你的完美跟你的瑕疵 所以我就可以把這樣的心情放在我的作品裡面 沒錯所以呢有時候唱歌呢唱的壞一點點 非常好 馬上來聽到這首歌是來自梁文英的 乖乖壞女孩 快快快寂靜的痛快 讓星辰擔心心懷 跳起來 做個乖乖壞女孩 感覺不壞 如白白不難都拋開 攔截可不是散來 我應該 如果就愛失敗 衝心的愛 快快寂靜的痛快 不要當時的備胎 謙唱的笨女孩 懷唱的笨笨女孩 為自己 try 白白不難都拋開 我覺得我的存在 太高了 我帥我的裙白 流雨停 微放晴 天亮了 就清醒 I wish 不再同别人定你自己 远方的风景会变得清晰 一切都美丽 来到跟梁文英进行访问的最后一个阶段了 听到的是她的《复诈史作的风景》 占辑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曲 如果对于刚才你所听到的歌曲 是你觉得很好奇想要在现场听 尤其是刚刚文英有讲的说 以前她可能就是会唱的很精致 可是在现场的时候真的就会有一些 不期而遇 就是一些小小的状况可能会发生 它就是现场 那个就是现场的美丽 像我喜欢看音乐剧 我喜欢看舞台剧 就是这种感觉 就是演员的每一个举手头组 都是没有办法NG的 也没有办法再复制的 我觉得那个是很感动的 而且一个歌手在演唱会上 他所付出的紧张 他付出的用心 他的时间 他的勇敢 我觉得那个是 就是你热爱你工作的一个表现 所以也是 也是就是希望可以每一个支持他 或者是喜欢他的朋友们 是可以感受到我们内心里面的那种珍惜吧 所以我真的希望大家在我的 这一次的演唱会 就是剩下台中跟高雄嘛 特别是这两个地方是之前比较少 有机会可以南下去办音乐会的 那据说这两个场地都很不错 所以很期待 台中是方舟 高雄是Live Warehouse 都是就是6月9号以及6月16号 那如果大家听完演唱会也欢迎你们 在我的social media上面可以给一些留言 或是反馈 让我知道大家在这个演唱会上面 谢谢你获得了什么或是你听见了什么 跟我一起来分享 那像这样子的一些分享呢 我相信也会是梁文英在准备他的下一张专辑当中 一个非常好的一些的养分 他继续的累积这样子 那推出的是他的这个初到十周年的这个专辑呢 也进入到了他的人生的一个新的一个阶段 那我相信你有更多更多的一些心情呢 可以在下一张专辑当中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 是 好啊 那我们就下次见了 好 那最后我们就从这张专辑当中就听到的这首就是 不起而遇 谢谢 拜拜 拜拜 在人群中排队 在十字路口徘徊 脸书的动态 谁给谁安慰 星座于是从没有转过机会 一个人煮咖啡 快想不起有人陪的感觉 淋险的滋味 谁喜欢回味 平静过日子也是一周面对 我没有预期会和你相遇 没准备好再另一场大雨 不想再重复最坏的结局 只想把不堪的梦留在过去 是谁的爱 我和你相遇 仿佛什么想都可以痊愈 你每一个眼神都穿透我的犹豫 仿佛能重新又像幸福的道理 在人群中排队 在十字路口徘徊 脸书的动态 谁被谁安慰 星座云是从没有转过机会 一个人煮咖啡 快想不起有人陪的感觉 淚险的滋味 谁喜欢回味 平静过日子也是一周面对 我没有预期会和你相遇 没准备好再另一场大雨 不想再重复最坏的结局 只想把不堪的梦留在过去 是谁的安排我和你相遇 仿佛什么想都可以痊愈 你每一个眼神都穿透我的犹豫 仿佛能重新又像幸福的道理 在对的时候 雨的人不对 在一起也很狼狈 你该笑松开我的纠结 让爱破戒飞成蝴蝶 从不得一起会和你相遇 像阻止不了不来的大雨 尽管经历过最坏的结局 也许我敢勇敢为自己继续 上天的安排我和你相遇 没通过哪有爱过的证据 你每一个眼神都穿透我的犹豫 你是我期待已久的不期 也许我期待已久的不期